Hi 大家好 我是阿佑 很久都沒有和大家坐下 坐雞 很久都沒有和大家坐下聊聊天 今集就是拍我最喜歡的影片 就是一個好物分享 話說去年都去了很多不同的旅行 剛剛的影片都大家看到我去日本 都差不多去了兩個星期 在這兩個星期裡面 要帶很多很多的行李 因為我們又要去滑雪 然後不停轉去日本不同的城市玩 今集的影片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麼我覺得是旅行必帶的好物 廢話小說我們馬上開始了 首先第一樣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特別是我們剛剛去日本旅行 去吃十幾天和要去滑雪 所有衣服都是超級大件 超級多的時候 只要一定要 這些真空的壓縮袋 去一些冬天旅行 就是因為一些外套、魚翁太大件 又或者去購物 你要去血拼的 這些袋真的必逼 其實是可以省到一半的位置 你可以再帶一半以上的衣服上去 插上去之後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扣子 你可以帶一個真空泵 或者如果你去住B&B 其實一定會有吸塵機 你只要拿吸塵機一吸 不用一分鐘 它就會把空氣抽乾了 那你就會穿很厚的衣服 都會插得很薄 那你就撿行李箱的時候 可以帶多很多的衣服 我接下來去韓國 我也會想瘋狂買東西的時候 這些袋真的要多帶幾個 放在行李箱裡 因為我有些朋友竟然真的不知道的話 我就覺得 不容許你們不知道 然後第二件我發現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因物就是 擴躁操的耳機 我真的很喜歡粉紅色 擴躁的耳機 你在飛機上 你用過一次 你真的會回不了頭 那種美好 我真的覺得很後悔 我很後悔為什麼我不早點認識擴躁耳機 不一定是耳筒式 你可以有些入耳式的擴躁耳機 都是很有用的 因為我覺得在飛機上 是很擴躁 特別是起飛 只要帶上擴躁耳機 你就會覺得超級清幽的環境 無論飛機裡面有多吵 你是可以很安靜地睡覺 普通的耳機 沒有控制功能 是差很遠的 真的 真的戴上 這樣一下子 無論旁邊有什麼寶寶在哭也好 很多人大聲聊天也好 旁邊的鼻涵聲很大 你是不會接觸到 你只會活在自己的世界 然後第三樣 登登 就是我手上這部 Kerm Body Skin 4-in-1的LED Mask 那平時去旅行都一定會拍片拍照 所以都會想皮膚的狀態保持到最佳狀況 那我一定不會戴上一個LED Mask 看到其實它是超細寶 是極輕 帶去旅行 你就這樣用回去跟的袋 放進行李箱裡 完全不會佔空間 其實它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所以拿去旅行的時候 你可以應付旅行上遇到的一些皮膚狀況 而且它的使用是非常簡單 是沒有技巧的 因為它只有一個按鈕 然後你只要開關 每按一下它就會轉不同的功能 每天只需要10分鐘就可以了 所以是很容易堅持 已經成為我每天的 routine 相信有留意開美容產品的觀眾們 都應該對Kerm Body 經典的LED Mask是不陌生的了 因為我身邊其實有很多朋友 都有推薦過這個LED Mask給我 那我就試了它們幾個月 我終於就明白 為什麼它這麼受我身邊的皮膚寬影 那你見到我手上的LED Mask 其實有360度的光束 還有獨加Pillow Technology的雙嵌技術 可以完整全面地包住我們的臉 無死角地幫我們去抗老和尾肌 其實我之前也試過有其他的LED Mask 以前傳統的那些硬骨骨 還有是很重 它這個專利的彈性直膠 是真的很輕很舒服 戴著來剪片 也是完全沒有負擔的 還有它還有一個首創的 這個LED標靶護膚技術 專門針對我們亞洲人的皮膚去設計 那一次過就可以幫你解決我們皮膚的問題 而且還可以配合它們這個 Current Body的Skin Hydrogel Face Mask 結合光療去改善我們皮膚問題的時候 也可以同時保濕去滋潤我們的肌膚 這個4-in-1的LED Face Mask 產品技術有五種準確而有效的光波長 有四種療程可以針對我們皮膚不同的需要 可以幫我們抗皂蜜打擊黑色素 還有修護皮膚 可以刺激我們這個細胞在身 加出血液循環令到我們的皮膚更加涼白 還有可以擊退我們皮膚泛紅 例如一些玫瑰斑和一些毛細血管的破裂 可以幫我們皮膚減少敏感和一些發炎的徵狀 令到我們皮膚更加均衡 只是需要一部LED Face Mask 其實我去到旅行就算遇到任何突發的皮膚狀況 都可以靠它幫我手 我用了幾個月的感受就是 真心覺得Karen Body絕對是LED Mask的最佳入門選擇 短短10分鐘就可以變漂亮 還有它真的很輕巧 你完全不會覺得負擔 其實它的效果真的特別顯著 如果對比我以前沒用之前 其實皮膚的明亮度真的有很大的對比 還有以前我的肌膚都很容易有泛紅的狀態 用完它之後 真的一些比較容易泛紅敏感的問題 都是解決了的 非常推薦愛美的朋友 就加中必必一個 而且我覺得去旅行戴上它 真的放心安心很多了 如果大家都想體驗一下 4-in-1 LED Face Mask 就記住留意片尾 因為我還有一個GIFT AWAY送給大家的 然後第四樣 一個超級大的Gentlewoman的旅行袋 Gentlewoman這個牌子 也是泰國現在比較流行的一個少女品牌 雖然我不是少女 但我也很喜歡 它們的價格是我覺得比較平民 還有一些款式我也覺得是蠻好看的 有興趣買一個大的旅行袋 我非常推薦這個款式 因為真的很好用 現在我去一些短的旅行 我反而帶它去 我也不會拖個小行李箱 因為它是裝得超級多東西 間隔非常之好 旁邊還有一個可以放鞋的鞋袋設計 防水料 又不怕是護翼髒 通常我帶一些很容易壓碎 薯片、零食 我就會放進這個袋裡抽過去 真是旅行 很喜歡帶去的一個旅行袋 我是非常推薦大家 要它的價錢是幾百元 而且有顏值 我覺得用出來真的挺漂亮 去泰國旅行的話 不妨留意是旅行袋 所以我覺得是超好用的 第五 就是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藥包 因為去旅行 我真的很怕很怕很怕病 那一定會帶些什麼呢 例如一些酵素 減肥這些一定是 因為去旅行一定是放任地吃 這些減肥的酵素要帶 然後我覺得退黑激素也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去陌生的環境 如果你是比較認真半床的朋友 我覺得可以買一些 幫你睡覺的退黑激素 調時差也好 或者你想睡得軟一點 有足夠睡眠更加精神的話 建議大家也可以帶退黑激素 然後這個 牛旺解毒片 這個我想說我每次去旅行 一定會有排骨來吃 因為有時候你去吃很多煎炸的熱氣 或者有時候熬的東西 你都會感覺到人很熱氣 牙肉腫痛 在外國都不知道可以怎樣清熱氣 牛旺解毒片是給任何不清熱的飲品 還有一些沖劑 是快而準去見 我通常吃兩顆 你以後牙肉就會消腫 個人沒有那麼熱氣 例如止痛藥我也可能買得到 但是我一牛旺解毒片 是必須帶去旅行 因為比較難找一些 最後就是補製丸 製丸反而就是一些 例如你弄肚痛的濕毒 特別是阿玉那些 那麼喜歡喝酒 有時候喝完酒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是 覺得肚子好像吉里咕嚕 或者有時候吃錯東西 噴兩瓶 它可以解到濕毒 第二就是可以解到肚痛 第三就是可以解到醉酒 不舒服 所以它也是萬能藥 必備 然後去到最後 第六樣 我就覺得最近我發現 也是去旅行 我覺得必須要的一些 例如一次性的用品 很多人都會接受 會戴一些一次性的毛巾 一次性的枕頭套 我最近有些女生朋友 是接受不了一次性的內褲 我覺得去旅行的話 女生真的可以試試戴一次性的內褲 我好像有些奇怪的分享 但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我的朋友 還在停留著 他們以為很硬很辛苦 NONO 其實是很舒服的 例如萬寧 很多地方都可以買的 特別是你去十幾天 首先你不用洗 你可以很乾淨一次過用 方便 你戴完就可以扔了 所以我想在這裡 用一次性的旅行面內褲 去做一個宣傳 其實是很舒服的 並不是紙質 這個是什麼奇怪的宣傳 我想應該是沒有youtube開箱的紙底褲 OK By the way 這個真是一個很奇怪的畫面 其實是很舒服的 你看到它這些面質 它不是紙 其實是很薄的面 如果你同一星期去 就可能會尷尬一點 好啦 暫時就是這麼多了 現在看影片的 你們有沒有些什麼 你覺得是去旅行 很棒的 一定要帶的好物分享 歡迎你們留言跟我說 因為接下來是2024年 阿玉都會去很多不同的旅行 去拍片給大家看 接下來呢 我過幾天就飛一個韓國的啦 所以都會拍很多不同的餐廳 美食旅遊 很棒的行程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 我都知道你在這裡等著了 就是在等著這個GIFT AWAY的 對不對 只要在下面留言 你想用Fall-in-One的LED Mask 怎樣幫你改善一些肌膚的問題呢 那我就會抽出一位觀眾 大家就可以得到一部LED的FACE MASK的啦 所有詳細我都會在INFOBOX打給大家 那大家快點留言啦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